大家好,我是江明忠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南北區成功路跟中醫路的交叉口 這個路口也就是我現在所站在的位置 在今天上午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車禍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對面的車道有一台汽車 在前進的過程中他在左轉 左轉的過程中他沒有去注意到在斑馬線移動的行人 這起事故造成了一個小女孩的死亡 我現在就是來到現場去看實際的情況 那你會發現在這個路口 他的斑馬線全都是在路口的邊緣 也就是說是讓行人行走的一個最短的路徑 但這個最短的路徑因為他在走的過程中很容易產生死角 那以及說在這個路口你可以發現 基本上只有部分的齊樓空間 那並沒有一個行人的一個庇護空間 也沒有一個庇護島的設計 會造成在轉彎的車輛如果速度比較快 那可能很容易就會跟人行到斑馬線上面的行人產生衝突 那再加上這裡附近在早上它是一個傳統市場的旁邊 那傳統市場它早上經常會有大量的人車出現在這裡 是一個交通比較繁忙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個路口真的會需要更多關於行人的一個保護的設計 包括在斑馬線的設計 是不是可以往後的退縮 那往後退縮之後 至少可以在安全島庇護島的後方 在轉彎的過程中 車輛轉彎的過程中 它至少是可以在回正的時候 才看清楚整個路口的一個情況 而不至於每次在事故的發生 就在折怪說車輛的A柱產生死角 那我們知道所謂的死角 如果你願意慢慢開的一個情況下 這個死角並不會存在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呼籲大家 駕駛的習慣要調整 特別是在路口 遇到黃燈紅燈變換的過程 那一定要 減速慢行 在這一個路口 目前斑馬線的一個情況 我們在走的過程 現在是下午 下午的人車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一個情況下 是相對單純 那只是說 我在這一個過程 在停等 這一個紅燈 其實它是沒有一個人行道的設計 如果說可以透過人行道去擴大它站立的位置 那在停等的過程中也會比較安全 那以及剛剛提到的這個斑馬線現在的位置 如果可以往後的退縮 退到目前的安全島後方 那以及透過一些比較醒目的標示 也許可以降低衝突的可能 你會發現我們在地板上的標示 很多都是指針 有一個簡單的曲線 來提示說 它應該要轉彎參考的一個動線 它並沒有一個 保護 也就是說像現在這樣子 車子穿過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一個緩衝的一個空間 如果在 像另外就是在這個路口 左轉車道它並沒有專用的一個車燈 就是應該有左轉的專用到 但是因為它的 車道空間是不足的情況 所以它也沒有一個 左轉優先 左轉的實向 所以它必須要在直走的車輛 運用直走的過程中快速的左轉 然後才有辦法 向左向右轉彎 然後 漂亮的部分就是在我現在所站的位置 然後 往北邊 開 然後想要左轉 到對面 那 左轉到對面的時候 然後 跟走出來的 母女 兩個去產生了衝突 那這樣一個衝突的情況 造成了事故 但其實 如果它在左轉的過程中 是比較緩慢的 應該就不會造成這起事故 另外一方面 雖然 我們前一陣子 才在強調 要加強執法 那我們新的法規也上路了 要嚴格取締 沒有禮讓斑馬線行人的車輛 但這件事情 職務上的執行非常困難 那除了說我們的警力數量 並不是非常足夠的情況之外 所以 你在取締的過程 也是需要 讓警員 處於一個比較危險的一個環境 所以 長期來說 我們還是需要 錯過道路的設計 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有更好的一個路口的設計 來避免這樣的一個衝突一再發生 那 每次的事故發生 我們就會讓再次提起 然後 台南的交通事故死傷 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一個情況 然後 希望 這個事故的檢討 不會讓這個生命 白白的犧牲 而是江明中 然後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 台南北居神功路 綜藝路 希望大家在討論這個事件的時候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影像資訊 可以使用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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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